一盘朴实物滑的糖心煎蛋 竟然要价800块 随着服务员将菜品端上桌 好奇的老妹赶忙快起一勺 尝尝怎么事 不是简单 什么 阿峰听货更是一脸懵逼 随即也快了一勺 结果意外发现 这份卖相平平无奇的糖心的 竟然是由芒果 百香果 外加养酒 精心制作而成的甜品 然而就在俩人叭起嘴回味时 服务员老妹却将一个盆栽 断到桌上 顿时给俩人整得是蒙上加蒙 看到他们的反应 一旁的店长急忙走了过来 随手拿起桌上的水壶 将其中的巴黎水 整个浪浇在盆栽里 随着生命的源泉不断浇灌 盆中的菜品接触到水分 一如力气便破土而出 原来这是一盆生长沙拉 里面的所有原材料 都是可以使用的 看着俩人一脸懵逼 老妹儿灯喝一笑 不料此话一出 顿时给阿峰气灯了 他随即端着盆栽来到后厨 哭斥一起将其摔到操作台上 面对阿峰的出言挑选 死密打县是淡定的挥手 安抚众人的情绪 接着转身从低温蒸煮池里 拿出一块顶级A5盒牛肉 这是日本A5盒牛 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阿峰却一言不发 只是瞅了一眼牛肉的保存温度后 心中随即便有了想法 只见他抄起小刀 叉叉叉把大葱切成段 挨个片成片之后 一如力气将其倒入85度的油锅 然后拿了一块雪花牛腩 将其切成条条 同时还不忘持续关注油锅里大葱的火候 防止炸过头影响菜品口感 等大葱被通体炸至微黄 阿峰紧忙将其一股脑的倒在铁板上 拿起铲子盯了当了一顿翻炒之后 在铁板上浇上少许料酒去腥 增香 紧接着倒入切好的雪花牛肉 伴随着火苗快速翻炒五分钟 出锅前还不妨撒上适当的自然和胡椒粉 就这么是 一道中餐西做的家常菜顺利出锅 送到牛肉 然而看着阿峰做好的菜油 死密打却一脸不屑 因为在他眼里 中餐就是雕虫小技 压根不值一提 接着斯密打点燃手中的喷枪 有条不紊的罩着A5和牛 噗噗就是一顿火烧 等和牛整个浪被烧至七分熟 斯密打迅速将其一分为三 然后摆放在浓汤打底的餐盘里 用盖子将其整个罩住 紧接着便是整道菜品至关重要的一步 只见斯密打滋拉一下划着手中的火柴 将苹果木的木屑点燃之后 白鸭鸭瞬间被吸入容器内 经过半个来点的低温熏制 做出的牛肉不仅入口柔呢 而且充斥着果木的芳香 而如此别出心裁的做法 正是斯密打的独特之处 阿峰见状 结果牛肉闻了闻 发现对方处义行刺 于是便决定不再纠缠 马牛转时撩眼儿 等阿峰走后 斯密打插起阿峰做的葱爆牛肉一场 这小只有点东西啊 随机就决定要和阿峰比试一下吧 次日 两人在众目睽睽下站到案板前 只见斯密打手持钢刀 快速在磨刀棒上磨了七七四十九下 紧接着随手拿起冰盘里的三文鱼 用刀刃撕拉一下 沿着鱼身划了一圈之后 三文鱼的骨肉便整个浪被分离开来 然后指尖轻轻在鱼肉上一顿摸索 斯密打当即拿起镊子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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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迅速将一四圈给薅出来 随着斯密打 一如立即将鱼肉扔给对面的阿峰 确定肉身上的刺都被拔干净之后 阿峰抄起菜刀 采用中餐独有的十字划刀手法 滋拉滋拉 快速在鱼肉上划了九九八十一道口子 紧接着刀刃从鱼尾划出 麻留着将皮肉一分为二 往后将鱼肉抓起 随手那么一抖了 每一块鱼肉大小竟然都一模一样 看到阿峰如此神乎其神的刀法 在场的时刻都忍不住开手叫绝 身为远近闻名的小厨神 阿峰在春风里的美食街 开了一家名为七鸡的饭店 为了品尝他的拿手决菜 三杯鸡 不仅每天会有络绎不绝的时刻 慕名前来排队 甚至就连无数的媒体都争相报道 谁知这天 七鸡对面突然冒出了一家 三星米其林餐厅 一时间生意都被响过去了 而餐厅的主厨 正是和阿峰比刀工的斯米达 眼瞅着两个人 厨艺不相上下 比不出个好赖 于是他们便一同参加了厨艺争霸赛 决定让口味刁钻的评委 对俩人的厨艺做个评判 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 比赛正式开始 就见阿峰随手拿起一只鸭子方案板上 凭借着身后的内力 咔咔咔咔咔一咔咔 便将鸭子的筋骨尽数断开 然后拿出小刀 插进鸭肚一顿滑了之后 用力一拉 鸭子瞬间骨肉分离 看着阿峰神乎其神的刀工 现场的观众一个个瞠目结舌 紧接着把鸭肚里一次放入各种配料 然后也灌入一勺高汤 鸭身瞬间变得饱满匀 等一些食材料理完 阿峰用一片清香的荷叶 将鸭子整个浪包住 而外层则用厚厚的一层粗盐覆盖 这时候没等观众看明白怎么事 阿峰却突然消失不见 等到再次出现时 手中多了一口祖传大铁锅 往后将整整50斤 盐面面一股脑子全部倒入 经过10分钟的大火翻炒后 将鸭子整个浪的埋入其中 就这么时 经过两个来点的低温加热 阿峰将鸭肉夹在案板上潇洒一敲 一道乾坤叫花鸭便制作完成 只见阿峰用刀 轻轻在鸭肚子上划过 里面的汤汁随即就清泄而出 一时间整个比赛场地内都方向四溢 看着平平无奇的鸭肉 被端到屏尾面前 几个人仅仅尝了一口 便忍不住感叹道 与此同时 斯密达都拿出铝箔锡子 封出价值10万块的顶级额干 为了使其在加热时受热均匀 紧接着在四周浇上100度的生命源泉后 将其放进微波炉里进行加热 很快 斯密达将充分加热的额干 放到案板顶上 往上轻哗啦倒入一堆冰块 使其继续降温 为了使额干完完整整地从模具中脱离 斯密达手持喷枪 罩着底部噗噗一顿加热 就这么是 一块完美额干食材便制作完成 往后人往盘里放上一片菠萝打底 再把顶级额干放入其中 紧接着往锅里撒入大量白糖 将其熬制成厚厚的焦糖薄片 放置在最上层 然后用火枪加热修饰 使糖片和额干自然的合为一体 走菜前 不忘加上一勺红莓慕斯点缀 如此做法制作而成的焦糖法式额干 不仅肥而不腻 摆盘精美 几位评委品尝之后 更是发出了一致的好评 然而随着比赛分数的公布 看着法式额干竟和自己制作的 乾坤叫花鸭分数完全相同 顿时给阿峰气蹬了 直接弃拳不干了扭头走银 就这么是 斯密达顺理成章的获得了 世界厨王争霸赛的参赛资格 可没曾想 晚上和餐厅高层庆祝时 老板却说出了事情真相 原来为了赢得参赛资格 提升餐厅的知名度 老板暗中收买了评委 并且老板已经决定 让店长代替斯密达出席比赛 之所以做出如此的决定 是因为他们发现 斯密达早已经失去了味觉 而如今做的菜 也全都依靠那形影不离的祖传菜谱 无奈得知真相的斯密达 只好独自在街口买醉 可这一幕刚好被阿峰撞见 俩人经过彻夜长谈之后 发现彼此对于做菜 都有着不忘初心的执着 于是他们当即决定强强联手 一同参加世界杯厨王争霸赛 很快比赛便如期举行 看着其他各国的选手 盯了光了热火朝天的忙活 而阿峰俩人不紧不慢地摸起了豆子 只见俩人用最原始的方式 将精选的黄豆研磨成汁 随着俩人高超的厨艺和默契的配合 很快便制作了一道四川名菜 麻婆豆腐 然而相比较其他餐菜学手制作的佳肴 法师乳哥 日本寿司 印度咖喱 分子生蚝 阿峰俩人制作的麻婆豆腐 看似朴实无华 殊不知其中暗藏玄机 原来他们把豆瓣酱汁 浇在尚未成型的豆腐表面 使其看上去像一道道大理石花纹 接着将牛肉汁做成爆浆圆球 点缀在豆腐上面 为其增添多重口感 然而最重要的是 两个人没有忘记中餐的本 麻婆豆腐的关键在于麻辣儿子 为了充分地展现中餐的博大精神 他们特意选用了 冒问大红袍花椒最顶上的三粒 完了搭配朝天椒 不停在锅中翻炒爆香 如此制作出来的酱汁鲜香麻辣 不仅让人垂涎欲滴 最终二人凭借着过硬的厨艺 和失之不移的初心 成功赢得了世界厨王的称号 而赛后 斯密大也正式加入了阿峰的饭店 从此哥俩强强联手 不断地将契机 左打左抢再唱辉煌 嘿嘿嘿嘿